歡迎光臨 蔡總統出訪拼外交 今天結束了為期十二天的 迦勒比海行程剛剛返比國門 但是帶回什麼成果不知道 但是確定的是 已經帶回了國安局官員 趁機偷渡走私 近萬條的免稅香菸 包括像是大衛杜夫啦 Gentle啦等等 總共九千多條 而且市價高達六百四十五萬 加慶 這個我們聽到這個消息 其實是大家都覺得 哇 真的好誇張 為什麼蔡英文出訪一趟 會有這種新聞出來 你很客觀的來看一下 它上面的數據 這些都是知名大品牌的香菸 而且他說領獲的地方 是在聖路西亞機場 我想請大家去想一想 聖路西亞機場 平常會不會賣這些菸 存這麼多量在那邊 合理來說是不會的 所以這一定是某一方 有特殊order 它才會進口商 把它進去那邊等你來買 這是一個有預謀的動作 才會有這麼多的 九千多條的煙 放在那邊等你 要不然我不曉得 哪一個大的國際機場 會有這種預備量 在那邊等你來一次買掉它 更不用講是聖路西亞的國際機場 聖路西亞的那個機場 算不算國際機場 算不算國際機場 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 很小很小 總統要到那邊 是不是還不能開大飛機去 要換中小飛機才能到 所以這些貨一定是有人預定 他才會背在那邊 讓你一次提領掉 那國安局做這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第一次做 還是說你九千多條回來 你的銷路已經找好了嗎 我也不相信國安局從北到南 有這麼多人抽煙 可以把這些都抽掉 那 所以你認為可能還有轉賣 我甚至還認為 他帶的遠遠不止香煙 對 因為這一次出去我們知道 我們看到新聞有報導 蔡英文送給某個國家 某個友邦 一百套的軍械武器 那如果說有這些武器出去 也代表說他的專機裡面 就會有這麼多空位回來 那你那空的地方要塞滿它 這九千多條香煙 可能還塞不滿 有網友計算說九千兩百條 如果一個箱子裝六十條來講 就是四十幾箱的香煙 一百多箱 一百多箱 都是這些東西 因為爆料的人 是我很關心的黃國昌委員 以我對國昌委員的這個 關愛跟這個理解程度 他手上有的東西 絕對不止香煙 那黃國昌你為什麼不抖出來 國安局裡面 會有這些料到你黃國昌手上 就是因為同學或是學長學弟 又為了某一個官位大家搶 所以爆料給你嘛 那你黃國昌現在跟民進黨 有鬥爭有不和 你要拿這些東西來攻擊誰 可是你惹錯人了 因為現在要負這個責任的人 叫陳菊 陳菊是總統府秘書長 他回來 難道你要他撤查國安局 換國安局局長 然後連帶國安會秘書長 要負全責 這些人都要下台嗎 黃國昌你惹錯人 你惹到陳菊 你該死了 我真的不覺得黃國昌這個聰明 因為你去看 他這些東西講的這些香煙 其實他是 他一定是挑這個東西 是大家最有感的 買分這麼貴 國安局總統府會吃這麼小 九千多香六百多萬 夭壽 不一定不用錢 你一定要有人花錢去買 只是誰花錢而已 這筆帳是用誰結掉的 或是說為什麼他要一次有錢 九千多 剛剛我們講 我有個疑問就是為什麼 有這麼大的空間 這麼大的量 聖路西亞的機場 會備這麼多的煙的量在那邊 我絕對不信 扣掉這次總統出訪 專機帶回來的這些量 他能不能賣掉這麼多的香煙 其實我是懷疑的 更何況那些煙在加勒比海 不是太熱門吧 看起來都是台灣人喜歡抽的香煙 跟品牌 所以黃委員立了大功 把這個成年的漏龜給揭開來了嗎 你替他拍手 黃國昌加油 黃國昌你一定要叫成局負責 黃國昌蔡英文一定要負責任 出現這種事情套一句成局的話 中央要去八成的接人 成局要下台 好不好 國安會秘書長磕頭 下台 協赴 蔡英文不要選了 棄選 還是換賴清德回來選好了 這麼丟臉的事情 國安危機啊 你怎麼可以讓國安局夾帶這麼多東西回來 對不對 國安局全部辭職算了 好不好 國家安全局變國家危險局了 大家真的是張大眼睛在看 接下來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善聊 誰出來負責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